今天來到荃灣,麗城花園 我到處拍攝附近看有什麼拍 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多多支持 我先拍攝到處 到處的環境 另一邊 向前走 看到它正在做環保 這個是回收的 即是區區也有的 這個環保 都正在做回收 看到對面有點太輕 這裡的海景也很美 這裡可以在麗城商場的麗城會 可以走出來 那我就走出來 拍一拍它的海景 我覺得很美 很舒服 如果這個屋苑呢 海景也很美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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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商場在橋上拍攝遠景 麗城花園附近的房子 讓大家了解一下 又走到外邊 麗城是一個商場 叫麗城會 我也進去逛逛 進來就兩間地產店 這邊也是一間很大的地產店 拍攝那些價錢給大家參考一下 樓價 又是地產店 真是環境 麵包店 城安蘭 地方都很闊 這裡就是減價 全場適合三五十 這間二諾很多地方都有 給我一些價錢 這間冰室 那些午餐的價錢 我沒有知我論不及 不是 我只是在家都合謀 不要留意 不要留意 是很明顯 有分屈神市 買衣服的地方 吃雞的地方 這間很多店舖都會有 分店都有 給大家了解一下價錢 對面 對面有些衣服 有些室內設計的店舖 有些室內設計的店舖 有一間三哥 有些室內設計的店舖 這間店舖是剪髮 我想這間跟小孩剪髮 我想這間跟小孩剪髮 因為旁邊有些玩具 這間飛法店 有些玩具 在旁邊 看小孩剪髮 有些夾娃娃的店舖 時裝店 很大間屈神市 這間店 遠處有間HKTV Mall 商場有一個服務台 這間店舖都很闊 另外一些 賣健康產品的地方 還有麵包店 這間店舖也有 有間商品 買深龍海味的那些 前面見到一間 有間白街超級市場 有間華語杰 賣壽司 做了一些套餐 有些價錢 這間店有些飲品 放這麼貴的東西 看看價錢 如果可以看到 家人太小 有些燒餅 有些燒餅 主要是買飯糰 有間美心西餅 門口叫安娜 有間酒樓 在八街旁 酒樓門口有個燒餅 有些特價 這間酒樓 專門賣食物 有間店 這間酒樓的名字 在商場裏面 在做價錢 優惠價 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一區的價錢 這間八街 這間酒樓都很大 就這樣拍進去 這裡有麵包買 前面都有燒餅店 有壽司買 這間八街 燒餅 很多選擇 有海鮮蕩 在八街裏面 生果 多菜 這間八街都可以 很大間 有浴缸 大致上都是這樣 每間八街都是這樣 這間八街 裡面 天花裡面也有些裝飾 都很特別 香港其他八街都這樣 再走進來 這間八街真的很大間 我覺得 雪櫃的櫃 很有規模 看到商場有一間中醫診所 這裡有一間 EON的店鋪 十多元 這間類似日本城 這間的名字是生活提案 這間 這裡有一間賣床上用品的店 門口有些宣傳 正在做節 給大家看看 對面有一間是飯營屋 走出來 原來商場外 也有一間日本城 走到商場外 去麗城會 有個閘 應該是街市 我先進去看看 門口就是這樣 我先進去看看 進來 看到很大的菜檔 這間鋪 這裡有一間鋪 有些肉營 有些乾貨 有間鋪 做餐廢 都有一間雜貨店 買的麵 這個 進來就這樣 有些肉燉 好 前面有一些燒尾档 這裡有一些光火档,一個雜貨店 這些雜貨店 這裡也有一些賣日用品的店 轉來這裡,原來剛才行的八街超級市場 它有一個出入口連著這個街市 我都不懂行,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過來 話聲給大家聽 轉到另一邊,有些肉檔 還有燒尾,給大家看看價錢 這邊,當區的價錢,生活那些 有一份份賣的 它有魚檔的海鮮 這些是一條條的價錢 魚、海鮮 一些貝殼 玩魚檔 很多東西都很豐富 這些是一條條的,有價錢 有名字,有魚 這些是有魚 這些也有價錢 我看到這間應該是街寶 這個外面應該是街寶 有間街寶裡面 也OK 街寶,起碼多一個選擇 有水果 街寶裡面就是這樣 我走回商場,周邊都走在麗城花園附近 去這個商場,麗城會,旁邊有個街市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頻道,訂閱我 多多支持,給like和留言,我在這裡多謝大家收看